凯莉和玩具朋友们 液体状的原色巧克力 在里面 大家看凯莉现在 没有把母子全部挂满巧克力 这是有原因的 因为呢我要先弄出皮鞋的轮廓 然后在里面再填上 其他口味好吃的巧克力或者食材 先这样弄出皮鞋的轮廓 皮鞋内部都有巧克力了 有了一定的轮廓了 剩下的巧克力倒出来 这个高跟鞋已经被我拿过来 拿过去的 然后已经涂满巧克力了 那么还有一些巧克力剩下了 我们要拿出来 到处来了 这些巧克力 然后把母子放到冰箱里 这样的话我们就完成了皮鞋的巧克力制作了呀 等它冷冻好以后我再拿过来哦 嗓噔噔噔噔噔噔 哇 害怕 有点害怕呀 不要碎了 朋友呀 你再用力打开吗 哇 行了 来 我先从上面开始把它打开吧 哇 上地呀上地呀 小朋友们 凯莉是不是做得还很不错呀 来 给大家看看 一 二 三 就像是水晶高跟鞋 怎么能这样呀 高跟就这样断掉了 哎呀 真是的 我有拯救的方法 把这个根贴上去就可以了 就这样 使用巧克力把它贴上去 然后过一会儿我在这里贴上装饰物 那么其他人一眼就看不出来皮鞋的根是断了的 行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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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噔 来 我们来漂亮的装饰一下皮鞋吧 凯莉呢 把准备好的材料拿过来给大家看一看吧 首先 这个和这个是白糖呀 但是它们长得好像很像珍珠一样 准备了这样圆溜溜的珍珠状的白糖了呀 除了这些 凯莉呢 还准备了非常漂亮的 用白糖制作成的 这些呢 怎么说呢 准备了像宝石一样的白糖 有橘黄色 紫色 黄色 粉红色的 使用这些材料 凯莉会把皮鞋装饰得漂漂亮亮的 凯莉先选这样的粉红色的珍珠糖 沿着皮鞋的轮廓 把珍珠一个一颗一颗的贴上去吧 怎么样呢 小朋友们 因为皮鞋的颜色是巧克力的原色 所以没有凯莉想象的那么好看呢 没事的 现在刚开始呢 这次呢 在皮鞋的根上 用闪亮闪亮的紫色的圆圆的糖 那么接下来呢 凯莉要拿着这个草莓味的装饰笔 合得拿着这个粉色的砂糖来装饰一下皮鞋的表面吧 显色会显得更高贵 现在我们开始来尝一尝这个漂亮的粉红色的皮鞋巧克力的味道吧 嗯 说实在的 凑近看的话 这并不是很好看的 但是凯莉做的也不是很差的 但是凯莉做的也不是很差的 皮鞋的根是断了 是吧 虽然凯莉用巧克力笔把鞋跟给贴了上去 但还是先吃鞋跟好吧 这么容易弄断 哈哈哈 想想不对啊 贴上去的时候那么费劲 但是弄断的时候却非常容易啊 嗨 来吃 小朋友们千万不要被吓倒哦 贴在皮鞋上面的圆圆的珍珠 还有 这些表面的都是可以吃的实用的材料 凯莉觉得呢 不要撒上砂糖的 就用原来的巧克力的味会更好吃的 因为呢 这上面附着太多的白砂糖了 满口都是砂糖的味道 小朋友们 知道吗 砂糖的甜味呢 跟巧克力的甜味是不一样的 就是说 不好吃的糖附在巧克力上面了 嘿 这次吃其他的部分吧 吃鞋底怎么样 不知道为什么不太想吃鞋底面呢 因为太像了 太逼真了 巧克力真的会有这么硬吗 哦 断了 很好啊 小朋友们 噔 凯莉做的真的是非常厚实吧 哦 好厚呀 是鞋底才会好吃的 就是这个部分 嗯 这么甜的东西 不能自己全部吃光呀 把这两个 呃 这个 不对 把这两个留给自己以后 哦 剩下的我要分给朋友们共享了呀 今天呢 拿着巧克力 一起制作了漂亮的粉红色的高跟皮鞋了呀 小朋友们 你们觉得怎么样 有意思吗 小朋友们 不能一下子吃太多的巧克力哦 这样都是身体不好 哦 那么凯莉下次还会带来更有意思的玩具来和大家见面哦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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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